每年7500个奖助学金机会 全世界155个国家共同推动 全球两万五千名学者 学生 艺术家 专业人才参与 带给世界多一点知识 少一点冲突 Fulbright has provided this incredible opportunity to be in a place that I am not normally in coming here as a Fulbrighter and not just as an artist or just a visitor has allowed me to engage with the culture in a much richer and deeper way Fulbright第一件事情 在这个地方就是台湾需要什么 我们就先做一个开路先锋 The whole idea of what we're doing I think spirals exponentially So that there's really no way of knowing just how far these results go 1946年 美国参议员富尔布莱特 向美国国会提案 发起富尔布莱特计划 提案通过之后 这一国际性教育促进计划 到如今已经走过68个年头 带给世界多一点知识 少一点冲突 是富尔布莱特计划的愿景 此计划每年资助各国学者 学生 教师 专业人员 和艺术家奉美交流 美籍得奖者同样得以申请前往各国从事研究 教学 实习或攻读硕博士学位 而富尔布莱特计划与台湾人才成长与茁壮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47年11月10日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世杰 与美国大使斯图雷登 在南京签订 中美教育交换协定 随后在南京设立美国在中华民国教育基金 这是全世界最早成立的富尔布莱特计划 历经数年动荡 1957年 富尔布莱特计划重新在台湾启动 由我国外交部代部长沈昌焕 及美国驻华大使蓝钦 在台北修订1947年所签订的交换协定 1964年 我国外交部长沈昌焕 与美国驻华大使赖特 代表两国政府在台北重新签订 中美教育文化交换计划协定 奠定了富尔布莱特计划在台湾的基础 1979年 远初的美国在中华民国教育基金会 更名为学术交流基金会 半世纪以来 学术交流基金会 一共讲住约1300位美籍人士 来台讲学、研究或进修 同时也讲住约1600位台湾学者、学生、专业人士 及艺术家到美国攻读学位、研究或实习 台湾有许多领袖精英 其中包括行政首长、大学校长、学者专家、艺术家 和社运人士都曾参与此一计划 基金会的运作由董事会监管 董事会由五位美籍董事及五位台湾董事组成 现任我方同事由外交部代表、教育部代表、台大校长、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及文化艺术界人士组成 现任荣誉主席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马启斯先生 过去五十年间台湾有超过一千六百名富尔布莱特学者及学生赴美进修或从事研究 他们回国后大多返回先前工作岗位服务及教学 并对其各自领域做出回馈与贡献 对台湾社会学术、教育、文化艺术的影响甚至 基于联系学友、增进情谊 并促进国际学术文化的交流 1992年 学友们成立了台湾富尔布莱特学友会 作为学友间的交流平台 前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孙震博士 担任了学友会第一届理事长 现任理事长为兴行政院长江仪华博士 每年一至二月间 学友会举行学友理监事会统筹会晤 四至五月间举行学友大会 各地学友齐聚一堂 平时则不定期举办学友交流活动 读书会、音乐会及美国求学经验座谈会 多元而精彩的活动 让台湾富尔布莱特学友 借此开放的交流平台 探讨学术、交流文化、体验艺术 分享创新观点 在学友会众多佼佼者中 曾经连任第五、第六届富尔布莱特学友会理事长的邱正雄先生 是富尔布莱特的知名学友 历任中华民国中央银行副总裁 财政部长 行政院副院长 国立台湾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及兼任教授 安泰商业银行荣誉董事长 现为永丰银行董事长 他曾被李登辉先生公开誉为 全世界最好的财政部长 在1968至1969年间 台大经济所毕业的邱正雄 荣获富尔布莱特奖学金资助 前往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 攻读经济硕士与博士 因为我本来在台大教书 那么那个时候台湾正好要推动利率自由化 还有外汇自由化 就外汇的汇率的自由化 那他们就非常希望能够找到 在货币跟万费领域比较熟悉的人 好 忽然间为老先生来找我 他说我听得很有兴趣 你是不是有意识到中央银行来 所以我就去中央银行 首先的就是货币市场自由化的问题 大概那时候在1965我就 一月我就去中央银行 那1966货币市场就成立了 成立了之后呢 第二年我就转到外汇局去做副局长 然后就开始跟他们一起在做 外汇市场利率自由化的问题 所以到了这个差不多1968 69 70左右 外汇市场也成立了 那汇率自由化的这种政策也推动 这两个工作 据后来的学者研究是影响很大 去年美国一本这个很著名的杂志 叫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动态经济学 他认为台湾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 利率自由化的贡献 大概占50%左右 我在美国Ohio State的念书的时候 那时候几个年轻的教授 后来就到美国的联邦储备理事会 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理事会去工作 这几位教授 把比说一位叫做Michael Darby 他是跑到财政部做管金融的次长 助理次长 现在在UCLA教授 另外有两位 一位叫做Richard Porter 就在美国联邦准备银行 做公开市场操作的副的局长 还有一个叫Dave Lindsey 也是到美国的Fed Air Reserve 做公开市场操作的副局长 那时候的局长是谁呢 叫做Kohn K-O-H-N 这个Kohn后来做到什么程度 做到在Bernicke的时候 Bernicke是做联邦储备会的主席 这个Kohn他做副主席 所以那些人在费工作 是以前我的老师 所以我常常去看他们 所以跟美国的联邦准备银行 中央银行的运作 这些人我都跟他很熟 大多老朋友都可以 就各种相关的问题交换一件 刚好跟我在中央银行工作 不管是外汇局也好 业务局也好 是做同样的工作 因为我是在中央银行 所以以前的关系 对我的帮助 透过这些人 我可以不只是理论 实务上我知道美国人是怎么做的 然后他们的想法怎么样 那他们的进步怎么样 那我们在 我在中央银行都可以 把这些拿入 纳入我的工作之中 好我 不过我 再nt试 view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JUDG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